现在这样我也不会再穿了 因为真的是非常不好看 知名潮牌球鞋表面皮革泛黄 肖先生语气无奈 因为原本的小白鞋回不来了 虽然它上下的白色本来就是不一样的白色 因为不同皮革材质的关系 但是这边是整双变泛黄 那店家是一直跟我说这是属于正常的情况 送洗前鞋子略脏 看得出是白色 送洗后整双泛黄盼落两鞋 而这双高档球鞋 是英国知名高级时装品牌 肖先生花了两万五千一百块买入 穿不到一年 首次送洗就出包 我的诉求是说我拿回去专柜 他们帮我做恢复染色 费用应该是五六千块 那他们也不接受 习一天业者表示 有诚意解决 等待调节出炉 该赔就赔 但怎么会把白鞋洗成黄鞋 哪里出问题 如果过强 它可能会泛黄 或者是硬化 脆化 非当事店家推测 可能是洗剂的问题 而高档衣物 精品鞋包 送洗前 是否有注意事项 送洗之前 或者是当下能够保存相关的市政 然后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消保官建议 名牌包 专柜鞋 消费者 送洗 送修前 拍照存证 也要记得保存 购买单据 才能证明价值 如遇消费纠纷 较有保障 民意新闻 李文华 章话报导